金帅饭店提出国赔获得胜诉 但原乡部落因为前几年风灾导致许多部落受重创 包括了台东嘉兰部落 屏东好茶部落 高雄小林部落以及高雄南沙鲁部落 而这些部落也在民国一百年提出集体诉讼 并向各权责机关提出国赔 但金帅饭店跟这几个部落相比较 金帅单纯牵涉到饭店主体 但部落牵涉到文化资产意义深远 然后我们当时认为说 这个案件其实也不只是国赔法律的诉讼而已 它里面甚至还包含了一个文化的调查 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部落 它整个被掩埋之后 它流失了多少的传统自然文化资产在里面 而嘉兰部落跟好茶部落提出国赔内容 包括土地 榜屋 农作 家具 牲畜 跟文化资产流失 其中金额最高为文化资产 包括排湾族传统服饰 头饰 礼刀 陶翁 项链 琉璃珠等文物 那真正的重点是到底这里面的这个政府的不论是救灾 或者是政府的行政体系 本来该做重建的没有做 本来该签村的没有签 这整个的这个机制呢 其实它是失灵的 它尤其在灾难的时候被检验出来了 小米岁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黄智慧表示 藉由国赔诉讼更能体现出政府在防灾以及救灾机制的漏洞 嘉兰部落跟好茶部落国赔案还是持续进行 精帅饭店的判例多少也给了正在打国赔的部落一线希望 记得古木巴杂克台北市采访报道